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心仪的二姐 经常看康熙的老粉应该也都认识她 她是有名的洁癖狂 她很喜欢把自己的包包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 有一次节目组为了惹怒她 把她的东西统统弄乱 惹得她十分崩溃 很多观众认识的钟心灵 就是个谐心 是个综艺咖 在节目里半丑 身材被拿来做梗 其实大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 钟心灵就已经是这样的身材了 她学生时代最害怕做广播体操 尤其是做跳跃运动的时候 她就感觉全世界都在嘲笑她 也经常因为身材的关系 而受到同学的排挤 比如分组做任务的时候 完全没有人要跟她同一组 不得已 她只能向全班第二讨人宴的同学 发出组队邀请 身受身材困扰的她 也曾尝试过减肥 以前胖的时候 她的大腿都是紧紧贴在一起的 所以拍照的时候 她都会跑去后排 将把腿藏起来 她有试过吃减肥药 一度瘦到59公斤 瘦下来后 她第一次知道两腿之间有缝隙是什么感觉 直到有一天 她的爸爸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 有一个药局的老板被抓了 因为她卖的减肥药里 她有禁药 正好就是钟心灵吃的那个 于是她立刻停药 但体重也马上开始了反弹 不过好在她有一个很爱她的家庭 让她缓解了身材焦虑 她的爸爸还曾经放话 嫁不出去就养她一辈子 不过她最后并不需要父亲养 成功地嫁了出去 一位朋友 看钟心灵七年没有谈恋爱了 就好心地叫她出来吃饭 还顺便叫了当时台湾第一的 京剧文物丑生 陈清禾 陈清禾看到钟心灵偷偷看她 又假装没在看她的样子 觉得十分可爱 心想 好希望她能喜欢我 吃完饭后 陈清禾就提出要送她回家 钟心灵答应了 这样陈清禾确定 她对自己也有好感 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吃饭 这时的钟心灵 也确实开始喜欢她了 第一次吃饭时 她毫不在意地大吃特吃 到了第二次 她居然在家里 先吃了一碗卤肉饭 就是为了在约会时 吃少一点 显得自己斯文一点 后来两人顺利步入婚姻的殿堂 还生下了两个女儿 是为京剧演员的丈夫 还因为在电视机前看到老婆得奖 而尖叫到嗓子压掉 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 没想到吧 现在手握四座金钟奖杯的侍后 钟心灵 当初考入表演系 完全是误打误撞 单纯的只是因为 她想要念大学 但成绩不够好 艺术院校招生分为 数科跟学科 也就是表演成绩和文化成绩 高中时 老师发现钟心灵 好像对表演方面挺有兴趣 就推荐她去考国立艺术学院 还对钟心灵说 这是大学哦 听到这话 钟心灵眼前一亮 于是在志愿上填了表演系 误打误撞考了进去 可是念了表演系 也不一定有戏眼 学校里 一般二三年级的同学 需要给五年级生的 毕业制作帮助 可表演系的钟心灵 却在学长学姐的 毕业大戏里 什么角色都面世不上 直到试进恐龙时 才成功被选上了 因为没有人要这个角色 出演这个角色时 钟心灵收获了 人生中的第一个 对她身材的夸赞 是来自服装老师的 因为她身材很胖 办恐龙时 别人都需要塞很多棉花 而她却不用 也是因为出演 这个恐龙角色 她第一次收获到 别人对她演技的称赞 表演时 钟心灵本以为 没有人会注意到 台上的自己 结果下了台之后 老师跑来对她说 你演得好可爱 后来这位老师 还推荐她去面试大戏 虽然最终 还是没有面试成功 但恐龙的表演 让她开始觉得 也许演戏这件事 有给她开了一扇 小小的门 刚从学校毕业时 她收到了 屏风表演班的邀约寒 原因仅仅是因为 她长得很像 屏风剧团的 团长夫人王月 而在屏风剧团的 这段时间 也为她的演艺道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段时间 钟心灵每天 从早上六点 就开始头痛 因为早上 见到团长李国修的 第一件事 就是要交给她 一份角色自传 即使是一个 没几个台词的士兵角色 都要写角色自传 钟心灵就算写不出来 也只能硬着头皮写 写得不好 还会被李国修 打回去重写 然后为了 这个士兵角色 李国修还会跟她进行 一对一揣摩演练 这样的磨练 即使在告诉她 不要轻易放弃 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身份 这样才算是 称职的演出 屏风后台的 演员休息室 分为两层楼 最开始 钟心灵被分到 是二楼的最后一间 但这样就已经 让她开心不已 因为她觉得 自己是个演员 可以有个角色 能上台演戏了 所以即使 没有她扮演的角色 需要排戏时 她也会来现场学习 就这样 她的休息室 慢慢从二楼的最后一间 移动到二楼的前面一点 移动到一楼 也是她演一生涯的写照 从小角色 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演到大主角 尽管钟心灵 是科班出身 有深厚的剧团功底 但她在电视剧里 还是演不到 什么重要的角色 能接到的都是 女主角的闺蜜 姐妹之类的 绿叶角色 如爱上巧克力里 女主角的巧克力店 同事苏晓晓 同心大胜PS男里 女主角在幼儿园里的 同事王玛丽 还有最后决定爱上你里 女主角的好闺蜜 蔡孟军 也曾有制作人 想要制作一个 以她为女主角的偶像剧 但电视台的高层 听了之后 立刻否决了这个提案 因为他们觉得 电视剧的观众 还是对俊男美女的组合 比较买账 因为形象问题 钟心灵错过了 很多偶像剧的主角 她也因为形象 她在2012年 接到了女后娇阳的剧本 在里面 她饰演的阿霞一角 是一个不识字 很传统 甚至还有点 重男轻女的 典型乡下妇女 但这个角色 却不是一般的大婶 中间也有认真的感情戏 钟心灵把握得很好 演得很生动 可即使是这样 当时网络上 也依然有许多人留言说 不想看谐星演戏 最终 钟心灵用实力 证明了自己 凭借阿霞一角 拿下第49届 电视金钟奖 戏剧节目女主角奖 得奖当晚 她的获奖感言就是 我是谐星 我会演戏 从此还被更多的人看见 很多很好的剧本 也找上门来 可是随后 却突然爆出一则假消息 好在没对她的事业和家庭 造成影响 2018年 网上突然疯传一张 钟心灵代言爆汉裤的照片 并声称她穿了这件懒人裤后 成功肌瘦50公斤 挽回在外偷吃的老公 对此 钟心灵的公司 怒斥这家不良厂商 盗用肖像 表示钟心灵根本没有代言 这是个诈骗网站 虽然多次警告了该公司 但厂商完全不理 而钟心灵则笑说 很高兴自己还有利用价值 但也呼吁粉丝千万别上当 她从未使用过这项产品 这件事最终 也没有对她或者粉丝 造成什么损失 事情告一段落后 她又继续投身于自己的事业当中 2019年 她出演了你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之中的 单元猫的孩子 这部剧讨论的是 因过度追逐考试分数 而扭曲的亲子关系 钟心灵也凭借小元妈一角 荣获第54届金钟奖的 迷你剧集女主角 而今年拿的电视剧 《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 也是去年引发了 大量的讨论的热门剧集 她在里面扮演的婆婆 林彩香 是一个独立称奇一家饼店 还有四个不争气的儿女 想要来争遗产的大女主 在钟心灵的演绎下 把这个婆婆的搞笑和可爱 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钟奖当晚 钟心灵上台激动极了 一边哽咽一边掏出 准备好的名单再念 得奖感言里 满满都是感谢 从剧组的同僚 一直感谢到 从前在求学路上 剧团里帮助过她的人 包括已故的李国修老师 她感谢这些 她曾待过的剧团 让她从恐龙演到冰狼西施 她虽然不漂亮 身材不是大众眼里 标准的好看 但她从一个小小角色演起 从每个剧团里的摸爬滚打 终于成为了今天的事后 希望她在今后的发展中 还能获得更多 更有分量的成就 也祝愿她家庭幸福美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爆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赞评论和订阅 我们明天再见哦 感谢观看